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将会谈论地质学的问题 其实你会发现问题与自然的历史都非常有关 我们由开始谈论天文到生命 现在就谈论地质的问题 但有一个很独特的地方 大家在这个星期都有一些比较在学问中 比较大的问题是得到解答的 刚才说的是一个从未发现有这么早的 一个进行光合作用生命体的化石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画面上的图 以及其中一些科学期刊的封面 你会发现一些是和地质学有关的一个大问题 原来刚刚在这个星期也公布了一个比较大的进展 所以在这里我尝试由基本的东西解释一下 以及尝试和大家解释一下 究竟是什么问题得到解决 它的名字叫做The Dolomite Problem Dolomite 这种石 你查一下中文就是白云石 其实它也是属于沉积岩里的石灰石的其中一种 我不知道有多少能够贡献到最后我们自己的云石 但是我们以前一直常识 有一些岩石就是直接火成岩 就是由地球的岩将形成冷却 就是由岩将形结出来的石头 就是火成岩 然后当然有不同地方保留了不同的地质 有一些就是因为经历过海洋的冲冲 所以其中有一类叫沉积岩 另外有一些就是一些变质岩 就是原本的形态经历了一些地壳的运动 变成其他的形态 不止连去本身的本质都可能受到一些改变 详细很多这些和地质的东西 我自己也不是专家 但是我唯一觉得最有趣的时候 就是你都知道香港东部的香港地质公园 亦都因为那里是能够看到一些 比较古时候流下来的那些岩石的形态 所以喜欢出去远足 甚至出海甚至看地质的朋友 我觉得原来香港也是一个很丰富的地方 甚至乎在香港也有化石可以挖的 如果你说那些沉积岩层 在东平洲那里 其实你会发现很多这些东西 当然了 不是专家就不要去挖 这些东西留下专家去挖 免得说我们这些不熟悉的人 就破坏了很重要的历史的证据 在这里首先要介绍 这个Dolomite 就直接查回字典 就是一种叫做白云石或白云岩 它就是刚才说的那几类岩石的其中一种 它就是属于沉积岩的那一类 沉积岩在我们现在就比较容易 那些地方你就发现 因为曾经被水浸过很多矿物质 在那里存在过 它们会沉积在一起 那些东西就一直压在底 最后也会变回蚝石 经历过那种地壳 在地质本身给它的压力 那它就重新压成一些蚝石 如果你说在香港附近有什么地质 比较容易看到那些曾经是海底 现在升了上来的那些 那你就是说在广东的北部 或者西北部靠近广西 譬如桂林那种山水 或者是绍兴七星岩那些地方 你会发现很多原本沉积了在海底的东西 就上了回来 你会发现很多各种各种不同的沉积岩 出来的形态和我们平时看到的 那些陆地的火城岩的形态很不同 你会认出这些东西是浸过的东西 如果现在在画面 我的头壳顶上面 在拍摄那些 就在譬如意大利这些地方 也曾经出现那些 原本是在海底 但是后来因为地壳运动上来的 这些沉积岩的形态 你会发现那些形状 那些石 不可以跟桂林完全一样 但是你会发现那种山的形态 那种陡峭 那种形态是有少少少相似的 这也是那种沉积岩的特色 甚至乎你可以看到那些山的形状 有一条条线 你会看到一条条线 一条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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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沉积岩 这些沉积岩 很大部分就是石灰石 有一些是石灰石 经历了不同温度压力之后 也会有不同的分子排列 所以可以再细分成一些普通的 Limestone 石灰石 亦可以再看到一些叫 Calcite 一些石 如果我转来另外这个图 可以看到 只是在一个沉积岩里面 最普普通通 最容易廉价地产生的 就是这些石灰石 有些形态比较整齐排列的 就是这种叫碳酸钙形式 一种Calcite 这种石灰石 而Dolomite 这种叫做白云岩 这种石 就是里面再参集了一些尾质 它不只是碳酸钙 它仍然是碳酸钙和尾 结出来的一种石头 而里面的分子排列 亦有一个非常好的秩序 如果要看它的秩序 可以大约由这张图来看 这里可能大家要比较好眼 你会看到 黄色是属于尾的梨子 蓝色是属于丐的梨子 黑色的豆豉就是碳酸的梨子 你会发觉 是以一个有秩序的形态 排得很漂亮 最后才能形成白云岩 这种沉积岩 这种更复杂 如果普通的石灰石 它的结构就会松散一些 没有那么齐整 如果去到Calcite 这种就会整齐一些 又有另一种形态 但这种多農迷 熟悉地质的朋友 我认为会认识更加准确 以及更加多 在这里很粗略地说 它里面会是 丐、尾和碳酸的梨子 以一个很整齐 很无瑕的形式去排列 才能形成到这种白云岩 这些白云岩 你将它磨碎 一样可以成为一种肥料 可以调节到土壤酸简道的东西 另外就是 它如何形成呢? 又是有另一个故事 其实在我们现在的考究里面 有一个问题 不是很清楚 有一个叫Dolomite Problem 刚才先前那一页的图里面有提到 这个困扰了很多地质学家 200年 它里面是说什么 那么难去解决 什么学术问题 我们是找到这些石 而且我们从这些石 我们知道它大约的年龄是多少 我们知道是什么时期形成的 那么我们发觉 在一亿年前的沉积岩 是非常之多 这些多路迷茨 但是随着那个年月 就是说去到一亿年以内的 那些白云岩 那个含量就少很多了 就是说 中间应该发生那些很独特的条件 或者很独特的机制 令到我们这些白云岩 是特别容易产生 那好了 我们尝试了解它怎么产生 那好吧 我们试试在实验室那里 自己试试整出来 就会了解到它所需要的条件 但是原来是一直都很难整的 这种白云岩 你想用那个实验里面的手法 去弄它出来 你弄得到 但是你发觉是很慢的 很慢的 慢的原因就是 因为里面那些 钙和尾的梨子排列 要是很整齐的 你会有时两个摻倒转了 就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使用你的房间然越�� 就抓得不好 捏 fácill Phillips 然后露噗地很卡 即是一个很有趣的 整个白云岩的结构就是 以后千万不像 要么都要统。很 wipes 要么都要构好结构 最后 maravil将能够表现 增长全て 不滅症 所以这个原因令做实验的人很头痛 我已经尽量去考虑一些条件 来很仔细地把这些丐童尾和碳酸的离子整齐地排列 但我都没有办法避免到一些瑕疵 一有瑕疵我又放不到手指来捏捏 一有瑕疵他又累积不了 所以要自己人工条件去生成这些白云癌是很难的 于是更加困扰的问题就是自然界怎么做得到 我们在实验室这么辛苦做不到 为什么自然地就这么容易排列得到 这种问题困扰了地质学家和做材料科学的人 真是很长的时间 尤其是困扰了地质学家是200年 所以这个叫Dolomite problem 和白云癌问题地质学家研究了200年 而那些做材料化学物理学家 他们也在最近这几十年都想进军这个领域 但也发觉是一个不解之谜 我们很清楚就是说 如果我们在实验室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条件 来令到它很有效地增长的时候 大概在大自然里也发生了差不多的事 它会令我们靠近到 究竟大自然是怎样砌这些东西出来的呢 原来在现在真的终于有个答案 我将要告诉大家 刚才我们知道大体上的问题就是 它要形成是很困难的 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尝试它形成 但是一路就发觉很慢 慢到的地步 根本大自然没有可能 用这么短的时间就可以做到 所以在大自然里面 一定有一些更独特的机制 是能够令到这件事 是可以很有效地去发生 这件事 原来现在发觉需要什么条件呢 原来是需要用水浸它 它就很有趣了 当我们研究回这些 钙的离子 尾的离子 和碳酸的离子 我们首先 在自然里面 我们找不到答案 实验到找不到答案 于是有人就做什么呢 就是做电脑模擬 我们可不可以用电脑模擬 将它们这些参数 它外面那种电池的性质 那些参数都放进去 我们试试在电脑程式里面 可不可以模擬它自己如何形成 现在这些研究的人 他们很聪明 他们想到一个很有效的方法 令到整个运算简化很多 因为整个晶体里面有很多东西 所以一次过 你要模擬这么多粒子的运动 你需要的运算量是很大的 他们找到一个办法去简化 详细这里我不说 但他们的模擬结果 现在发现什么呢 就是原来说 因为 其实在大自然里面 它依然是很自然地累积到很多的瑕疵 但自然是没有什么本事 令到它很整齐地排列到这么多东西 但是多了一个条件 令到那些不整齐的 很容易被它选走 就是什么呢 就是一直将整个反应 不要放在一个固体和气体的环境里形成 而是将它放在一个有水浸的环境里 因为这种石灰石 它是一些有金属离子的化学分子 它会多多少和水 或者和周围的酸性 有一些化学反应 它不是完全不溶在水里面 它有少少溶解的流氧 甚至乎有一段时间 这些地质学家 他不是由这些电脑计算的方法 或者实验方法去试试这个问题 它是认为应该有微生物在这里帮忙 所以才能够有微生物的作用 令到它整齐排列 是一直有很多研究的精力 是放在这里的 但是现在似乎就不需要了 就是用微生物去想 不是不合理的 因为现在说的这件石头 大约是一亿至几亿年前 一直沉积而来 而那个时候 照计有很多微生物在水里面 那会不会是微生物的作用 可以参与令它整齐一点 所以于是乎 我们就可以形成 在一亿年前 大量形成 但是为什么那时候 可以 后来不行 你会发觉 在微生物研究上 没有得出一个很完整的答案 但是 在那个电脑模擬 那里 给了一个启示 原来就是这些沉积岩沉积过程中 一直有水浸 水这件事 是帮我可以 这么巧浸走了那些瑕疵 即是说这些瑕疵 你没有水在那里 它就很稳定地留在那里 接着就阻止另外一层的分子生长 于是乎整个这些白云岩 就不可以很有效地累积到很大架 但是有水一路浸的时候 将那些排得不适合 瑕疵浸走了 于是乎排进去的新东西 都是整齐的留得住 不整齐的就不稳定 于是乎这种整齐的程度 就一直正面地反溃 就累积了 于是乎由这个电脑模擬的结果 就启示到它们重新设计的实验 将实验放在水里面做 而且重要的是 为了令到它模擬到那种水溶解的效果 再加一些比较能量不高的电子束 将它令到它周围的电子那种活跃程度提高 就无意水一路浸下浸下 因为水本身是一种 会带有一种 将一些离子化能力的一种溶剂 所以我们就尝试 放一些微弱的自由电子下去 去刺激一下它 的确发觉它那些不完整 即是搏得不好的地方 就很容易浸走了 重新排列它的地方 就很稳定地继续吸收进去 最后就比原先快了几百倍 是可以将这种这样的白云岩 一路累积出来 这种白云岩是如何累积的过程 这个我相信 因为它的结果发表了科学的大期刊 我想对于地质学里面 尤其是研究这些沉积岩的人来说 它算是一个很大的进展和发现 这里还要说一件事 那我们是否只是解答了一个大自然 某某东西形成的问题 不止 在这里原来最大启示 对于那些材料 化学物理学家 最大的获益是什么呢 是他们开拓了一个新的路数 新的机制 去研究一下 如何形成一些完美无瑕的晶体 未必对所有的化学物有用 但是现在由这里发觉 原来有时水的作用 浸浸一下的作用 是可以令到一些我们传统认为 需要很整齐排列的东西 大大加速地去形成 也代表意味着 如果将来有类似的东西 我们又想将它在工业上制造出来 一种新的材料 里面需要一些分子排列很整齐 而那些分子的性质 是和石灰石像的时候 在今次的发现里面 去给到这种机制 它可以将未来去种植 人工制造完美无瑕的石灰石材料 成本大大降低 时间大大降低 那我们就多了一种方法 去尝试制造一些很完美的晶体 这些这样的结构 你会发觉一些和自然有关的发现 最后也不注意的 有一个应用性 这就是科学研究的意外收获 我们在开始研究科学的时候 不一定是需要讲求实用性的 但是很多时候 在以往我们都有很多经验 当你不太执着实用性的时候 往往有时的回报给你 还起出望外 那我们四节的科学 新闻的内容来到这里 那我们第五节继续有 这个科学回忆录 这个科学回忆录 这种科学回忆录 这个科学回忆录 如果有纠夏 None 有线之录 在这种科学回忆录 最后 是 这种科学回忆录